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知道自己對自己做那一集就是長度的平方 那長度平方就會是E 所以C1的話呢就是 B 對P做那一集 好啦 所以你只要掌握這個要局的話 你後面所有的都這樣做 好再來 再來就是關鍵喔 我的T2 我的B2怎麼可以T做那一集呢 B的微分怎麼可以T做那一集呢 好大家想一下喔 好 我後面想要直接用操的 空間補充嗎 蛤?你說我有跟你空間補充嗎 好 好好好 慢唱慢唱慢唱 我們知道說B 這個是B跟T嘛對不對 我們要求的就是B跟T的關係 好那B跟T跟什麼關係呢 我就想在這裡 我就拿B B跟T 內積 那因為它們兩個是垂直的項鍊 所以內積為了 好那大家應該知道我在想做什麼事情 我就想要把這兩個項鍊呢 把它配起之後微分 所以微分的話就是微前 微前 微前 然後 加上微後 呈現 好 所以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呢 移向過去 B跟T 跟T 都在一起把它取代掉 都這個東西取代掉 好 所以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說 喔 我們的C1就是什麼 C1就是這個了 所以呢 把這個呢 移向過去 所以變成是 負的 B 跟 T T 做內積 好啦 那B跟這個 T 做內積的話就會是0 對 為什麼 因為 T'是 K 背的 對對對 因為T'是 K背的 和內積 然後再來這個B跟N內積又是0 所以的話CY就是0 好那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我們就跟剛剛的完全一樣 跟這個 這個的話呢 B'S跟B'S內積會是0 用這個東西就好 好 所以的話呢我們一樣兩邊對B做內積 所以這邊對B做內積就是B'S跟B做內積 那後面呢 T跟B內積是0 N跟B內積也是0 然後B跟B做內積 然後B跟B做內積 B的超度 A B跟B做內積 好 所以的話呢我們知道說 因為B它是單位相當 所以這邊都是C3 C3的話呢 就是拿B對S圍根跟B做內積 那B對S圍根跟B做內積 那B對S圍根跟B做內積 我們剛剛都寫過吧 它就是0 所以 用跟剛剛一樣的做法 所以用這個就好 好 這個應該寫錯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知道說 這個0 這個0跟剛剛一樣 這個不行 所以C換是0 這裡C換是0 然後呢 C再也是0 所以代表說 我們呢 這個B 好 那A子跟C2 合這一項有關係 好 所以我就選這裡 A子跟C2的這個 Ns 跟C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呃 法1跟法2呢 去證明說 我們的B 它實際上呢 它的方向 是在Ns上面 所以代表說 這個呢 你把B做為根之後 它的方向 就會在這裡 你的B S就會在這裡 好 那我們呢 這個常... 這個常... 這個... 常數向量呢 不是 這個常數的函數呢 它是有1的喔 我們把這個常數函數呢 就把它定義為 就是Tortion 把它定義為 叫做 Colors 所以就是下面的這個定義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Tortion怎麼定義 好 所以Tortion 好現在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 剛剛的那兩個結論 B對S的微分 好 我們就把那個C呢 給它一個新的譜 叫Tortion S 就是 然後再來 這邊的話就是N 好 可以想說 這好奇怪喔 我定義的東西 現在出現在這個 方程式的右邊 我們以前第一個新東西的時候 都是 比如說 什麼 我們定義的東西等於什麼 對不對 可是呢它今天竟然出在這裡 所以 這表示什麼呢 表示呢 我今天呢 必須先要有 N 然後再要有 B對S的微分 才能知道這個東西吧 就是看它們之間 差多少 才能知道這個Tortion Tortion 所以呢 或許這個計算的方式呢 不是的那麼好 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下面兩個 好 記得喔 這兩個是一個向量 而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全量的函數 好 那我可以把等式的兩邊 左右對N 做內積 所以這裡 對N做內積 就是B 那這裡 對N做內積的話 我們知道說 對N做內積 自己對自己做內積 就是長度平方 好 那剛好它的長度是1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寫成是 PertureS 等於B.S 對N 做內積 OK嗎 你以後再計算的時候呢 都是用這個 會比較好 所以以後我要計算Tortion 的話怎麼算 我要去計算 B.N 然後本來我們做內積 好 那再來第二個 這個Tortion呢 它呢 其實是可以正的 可以負的 也可以是0 那我會告訴你們說 TortionS是0 是什麼意思 我們剛說它是要 扭曲 要想要呢 去 往 TN Plan的外面 想要脫離TN Plan的 趨勢 脫離的趨勢 那如果你TN呢 你的Tortion是0的話 表示說 你就不會想要脫離那個平面 所以代表說 Tortion是0 比如說它的曲線 會落在一個平面上 就是下個會這裡的 等一下在我面前 那我們就先來看囉 這個Tortion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但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把取 取絕類值的話 這個取絕類值的話 就變成是 TortionS 那這個取絕類值呢 我們知道說 它連寫的長度 長度 然後在乘上它們兩個的夾角 那因為它們呢 夾角 它們是平行的 我們剛剛說 這個V plus S 跟S平行的 所以它們的夾角 要嘛是0 要嘛是180 所以它可能是正的 因為它可能是負 可是呢 如果你喜歡 長度長度 好我這樣寫 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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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cos θ 那我剛剛說這邊加絕對子 那我來看這什麼東西 我們知道說 這個N的話呢 就會是E了 那這個東西呢 可能是 約平行的 它可能是0度 或180度 它可能是正義或負義 好 那你當然取絕值之後 就不影響了 所以呢 如果說你今天把這個Tortion 取絕值之後 它都只會是它這一項 那這樣它們都會是 變成是 變取絕值 所以Tortion取絕值的話 就變成是 B 微分取長度 好那我們剛剛有說過 這個B的微分 是刻畫什麼事情 好 那這邊我就沒有打了 所以呢 我可以寫 這東西表示 它用來刻畫說 α s 這東西 這裡 有 東西 他 可以 你 她 可以 他妳 � 我們 他 可以 看 我 我 我 你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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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這個B's 它是講,剛剛說是講這個TnPride它的法線量的變化 那你法線量變化越距離的話,在有說它越想脫離 法線量如果沒手變的話,在有說它就不會有脫離的感覺,它就不會太想要脫離 所以它可以用來刻畫一個曲線,它想要遠離這個TnPride的趨勢 好,在這邊會有加脫離值,會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計算上的話,我們都採用上面這個,而下面這個是我們用來理解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我們的Torcion帶,它是不是就是一個存量 因為的話,這兩個相當座的內積帶就變成是一個存量 好,那下面那個我先不講好了,那個感覺老師應該還好 好,那我們就來看囉,第幾項 我們先來看最後一頁 大家可以先去看看上面那個Exercise 我要用計算,幫大家計算出B的尾分 那現在的話,請各位自己算上看,何的尾分是什麼 阿你們回去的話,書還是要自己念的喔 我現在一直講它的概念 所以老師上課上過的,回書應該大概可以懂它在寫什麼 然後喜記的話應該影響自己做的生活 動不出來的話,大家就討論一下 然後順便整理的模式 就是你的基本的定義阿,要會,定理也要會 老師先有說定理會狂 所以,那筆記才沒幾億而已,就把它看了就好 你就不要som什麼 所以,那筆記才會學比黎祕三 一般的 stipend 好啊就跟剛剛一樣 我知道說tnb它是一個bossomo basic 所以我們一開始第一步就假設 假設說我們要這邊證明的這個n'clock 它可以寫成是4萬倍的t 加4萬倍的n 加4三倍的b 那怎麼求 怎麼求出它的c1 c5 c3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拿去對n做內積 對t做內積 那對t做內積的話這兩個就不見了吧 只剩下4萬 好這邊我就寫快一點喔 然後再來 因為 把下降跟接下降的話 所以內積為0 所以內積為0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東西去製造出它的微分 跟t的關係 這就是一樣 圍前 然後 那圍後 前 好 到目前為止 大家OK嗎 那 然後呢 怎麼接下去 怎麼接下去 考試只要自己想喔 不會有人告訴你這個東西要怎麼自己學 這個是c1 所以c1 大概拿過來 那然後咧 這是c1 然後把它就移一下過去 隨便 複的n 然後呢 t對還是每分 然後咧 等起來 然後咧 把它都換掉 t 算 改寫 對剛剛有講過 剛剛是寫在上學法去射了 Curperature 對 把它改成是curperature 然後 然後一樣 自己對自己做內劑的話 就是長度平衡 長度平衡 長度平衡就是第一線 等於速的Curperature 好 所以第一個就簡單 結束 好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說說看 一樣 我們拿去對 人做內劑 那你對他做內劑的話呢 只會 這個內劑 這個內劑為靈 只會是他這個 所以他就是Curper 好 那你想要看的是 兒子跟他自己呢 诶 這個東西 的內劑怎麼辦 這個看什麼 怎麼去製造自己的微分跟自己 這剛剛有講過 nishmove 都爛掉了 那有什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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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在幹嘛 你剛剛聊天了 好喔 n的長度是1 蛤 那長度是1 你看今天用到非常多次 用到多次到被縮補習 所以這東西呢 就寫成是 自己對自己做內劑 自己對自己做內劑 等於1 好 啊在左右尾根 好 這邊寫喔 所以他 對自己做內劑 他的尾根跟N做內劑 就是1 所以 就是1 就是1 好 那第三個呢 就一樣化火鍋 所以 他跟B做內劑 然後 他跟B做內劑 然後是等於C3 然後跟那個切線是一樣 我們就利用N 跟B 內劑為0 因為他們垂直 所以一樣 每一切 乘後 啊知道我自己可以寫嗎 加為後 乘前 反而是0 好 那接下來呢 再幫各位寫一句 這裡的話呢 C2表示的就是前面這個 欸 對 C2表示的就是前面這個 對那邊C3 等於附的 這個你向過來 就是 LB 好 那接下來呢 好 呃 怪傑 你有跟上嗎 用不去嗎 然後咧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 把T1換成K1層上 所以 那接下來呢 把T1換成K2R 所以B1換T1的話就變成是 這個K2R可以提出來 然後兒跟兒的這一丁就是K1 好 所以呢我們就證明了 然後那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寫成S 它可以寫成是 2的 Torature的 PS 寫掉PowerS 這個就是C1 然後這個就是C3 然後C2就等於不見了 那我幹嘛算這個啊 算這個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下面 下面是這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剛剛算出來的來檢測一下 我們剛剛算了什麼 TbrownS 它就是我們的Capa 這個其實叫Capa 是一個西亞字 去跟N相乘 再來 我們呢 Normal的微分 可以把它寫的是這裡 Pulled Capa YES 減掉Torature S YES 然後最後 V的尾分 我們就可以由定義寫出 它就是Pulled S N S 所以這個東西是 我們 由它的定義 直接用喔 所以這是本來的Dolution Capa 上面兩個是 可以計算出來的 可以推出來的 它寫的這樣什麼 用力啊 你會發現說這裡是 7的微分 2的微分 7的微分 它可以用 N 還有T 還有B 還有N 就是說我左邊呢 我的右邊有T 和B 那我的左邊呢 有T的微分 N的微分 B的微分 它是不是可以把它 好像寫成一個 就是 舉這個 舉這個樣子 我可以把它寫成是 T N B的微分 然後後面的話一樣 這邊寫TN B 中間我們寫呢 中間的話呢 就直接看看 它呢 T的Pulled 這個呢 只有Capa 或者是0 Capa 0 那這裡的話呢 就是 FuCapa 還有 這邊是 FuT 0 然後這裡的話呢 就是 T 好 如果你們有學過微分方程的話呢 就知道說 這東西是可以顯示 TNB的微分 好 那它的形式就好像什麼 它的形式就好像是 我今天呢 會有一個 S的微分 會等於 這個矩陣 指向S 它就是一個 微分方程嘛 對吧 對 好它是一個微分方程 而且呢 中間這矩陣是什麼矩陣呢 大家可以發現 它是一個Symmetric的 對稱 而且呢 它這邊呢 剛好對角線會 插附號 這個矩陣我們就稱為 Anti-Symmetric 那當然 它有它的性質 對於 這樣的一個對稱矩陣的話 我們稱為 斜對稱矩陣 或是反對稱矩陣 那對於 這樣一個矩陣呢 我們去解它的時候 會有些性質 然後我們來講 這不是我們的矩陣的課 好 那 所以的話呢 這個東西是微分方程 的問題 好 那它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好 它告訴我們說 如果今天呢 我只要給你 Curperature 跟我的Torption的話 我自己就可以利用 解微分方程的方式 去幫你把這個S給解出來 也就是說 你只要有中間這個矩陣 你就可以解出 TNB 這OK嗎 你只可以用微分方程的方式 去解 S出來 好 這樣寫 這OK 那你這個S解出來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 不問題 好 這個S解出來的話呢 我們知道說 如果今天 比如說 Y 對 那你解出來的話 Y會熟 會長這樣子 會長這樣子 欸 大家圍方程還記得嗎 欸 大姐你在滑手機啊 你在幹嘛 你在吵 你在補超前面的嗎 蛤 蛤 我問我的事情 好好好 你繼續處理 好 C很大 對 好 那這裡呢 這裡的C 他不知道什麼 他是一個 數字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在我說 他會變成一個曲線 呃 一個 很多曲線 他會變很多曲線 所以他這個解呢 就會有很多個 那怎麼樣可以讓他解 會有固定的一個 你給他一個出子值 對 你給他一個出子值 你給他一個 比如說Y0等於P 那你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完整的求出來 Y是多少 那這個也是一樣道理 你只要給例說 比如說我只要給你 T在某個 S0 N在某個 S0 B在某個 S0 他的值 的話 我就能重新的 把這個曲線 給構造出來 OK喔 這有點深一點 這有點深 也就是說呢 只要呢 給你這個 Curvature 還有Portion的函數 再加上他們 TNB的初始值 我就可以幫你解出 這條曲線 在哪一點的 TNB 那 這樣很好處呢 這個其實可以做一些 壓縮嘛 你今天想要去儲存 你的曲線上的哪一個點 的位置 可能有點複雜 但是呢 我今天透過 這個Curvature 跟Tortion 只要知道這兩個 再加上這個的話 我就可以把這條曲線 全部給重新構造出來 那這樣的話呢 你需要儲存資訊就變小了 是OK嗎 所以給你這兩個 加這個 加這個初始值 你就可以 決定你的 曲線長什麼樣子 這是一個很強的一個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 有點深啦 它還有 老實有證明 這證明 老師下面這個 Pondamental Serum or Space Curve 就有證明 下面這個東西 就是我剛剛講的事情 那我們就不證明 但是證明這下去會死 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的 定理 要怎麼記 因為老師會考他的定理 那證明 我不知道會不會考 我不知道 病點是沒考啦 但是他考上去 應該全班人會寫 然後老師 老師證明的方式 還跟更不一樣 老師要用他舉證的一個方式證明 所以 那就 應該是不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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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不會考 阿畢竟我不是 初級老師嗎 好 所以呢 我們 什麼是一個 Fontamental Serum or Space Curve 它講的其實就是 我剛剛講的 它把它寫成一個定理 好 所以給你 好 這個假意上最後就給我寫了 給你 我們的Curperature 還有Motion 這兩個函數 那這兩個函數呢 都是一個 口為分的函數 而且呢 我們還規定說 它的Curperature要大一點 好 所以只要給你這兩個函數的話呢 我們呢 就會存在 一個參數畫曲線 叫Alpha 這個Alpha呢 它呢 就是從我們的I 然後呢 送到這個R3空間 好 那使得說第一個 使得說第一個 我們呢 這個S呢 所代表的是 多長參數 好 第二個 我們剛剛說 給你這兩個函數 那 雖然我寫的是 K跟Curture 但是 我沒告訴你說 K跟Curture 表示什麼東西 那我現在呢 既然告訴你說 它會存在這個曲線 所以代表說 這個K呢 就代表的是 這個曲線的Curperature 你會感覺它像寫廢話 但是呢 它其實呢 在描述的是 這個曲線的存在性 好 再來第三個 這個TAUS呢 就是我們的頭選 好 所以呢 只要給我們呢 我們的這兩個函數 它可微分 而且它大雲的話 我們就可以呢 去構造出一條曲線 這個呢 曲線的話呢 S是它的符長參數 而且這個 K呢 這個函數呢 是它的Purature 而這個TAU 這個TAU 是它的TAU 好 那我們下面有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說 如果今天呢 有另外一個α 它滿足了上面 這三個事情 呃...事情的話 那這個α bar 滿足上面這三個事情 可是我這邊寫的是α 那我說 α bar也滿足這三個事情 我們就會說 α bar可以寫著 Low乘上α 加上C 好 O怎麼可以這樣寫 這個α 表示的是 上面這個α 而這個α bar呢 表示的是 另外一個屬線 滿足這三件事 好 那這個Low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 一個 一個 Orsagonal EVMA 而且它的橫面是C 然後這個C的話呢 表示的是 突一指正 好 引以下降 好 一個人講說我在講殺小 好 什麼意思呢 我換白話語言 這個Low的話 其實你把它想成是旋轉就好 我們知道說 二維的平面上 在二維的平面上 在二維的平面上 我們的Osagonal 的矩陣 它代表的是旋轉跟近射 對不對 那你把它想到旋轉啊 所以它所說 如果今天 我有一個另外一個曲線 滿足這三件事情的話 那它跟α 會差 差別在旋轉跟 提 正直寬嘛 你想要的是說 如果呢 我知道說 這條曲線上 每一個點它的TMD的話 那 我們是不是 另外一條曲線 也是跟它滿足的事情 但它們之間可能會 會有一些平衣上的差異 還有一些 旋轉上的差異 好 你說它可能會長這樣 這可能是α 當然這個可能是α 好 阿寶寶 它所描述的就是說 它們之間 會差在旋轉跟 提 好 但是呢 你發現說 它如果差別在旋轉跟提 的話 它們本身的鋼體結構是不變的 比如說它們之間的彎曲性質 還有某曲性質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說明說 它其實是一個 鋼性運動 呃 那個怎麼聽啊 看一下 喔 這個 這個東西稱為鋼性運動 或是鋼性變換 好啊 這個有點深啦 這個有點深 因為它講的是 這個講的是一個存在性的東西 然後 後面這位講的是 微銀性的東西 欸 它到底用會唯一啊 它跟它 如果有另外一個人 滿足一樣的事情的話 它們實際上會插 這兩個東西 下面講的是它的 到底有去不去微銀性 我上面講的是存在性 好 那存在性的話呢 就可以用無緣方程的 解的存在微銀性來保證 我們剛剛有講過 它其實差不多可以寫的是 一個 無緣方程的樣子 好 那雖然這邊已經 講到見底 但是我要特別講一件事 就是 我先問一下喔 這個舉證的Size 分別是什麼 我先來問 這個Size是什麼 我們看一個舉證 要知道它的Size 這個太簡單了 我先來問一下 這兩個人喔 黃岸姐這個 黃岸姐這個 三乘一 幸福咧 我沒有說錯喔 但我可以這樣問 好像不是三乘一 一乘三 一乘三 三乘三 三乘三 Size N有Size B有Size B有Size 那這個呢 也是一樣的很讚 那這個呢 Trivio 三乘三 這很細喔 等級很細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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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快懶得 你 很小 谢谢观看